然后最后我想介绍的是我们汉族的舞蹈 叫安徽画鼓灯 就是以前老有朋友问我 你们汉族都训练什么 是只有阳哥吗 其实我想说阳哥是北方的舞蹈 然后南方就是长江以南 我们叫做花灯 就是不管是云南花灯还是安徽画鼓灯 它是一种兼歌曲 然后民间小戏 然后锣鼓伴奏 然后还有舞蹈 然后它不是单纯的情绪舞蹈 它一般都会有一点戏剧情节 就是在里面有一点像小戏 但是它是唱的时候是不跳的 跳的时候也并不唱 所以它也是一种纯的舞蹈形式 今天大家要看的这个安徽画鼓灯 其实这个装束是从宋代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宋代的时候 其实在文献里面就已经去记载了 就是我们当时的女孩子跳画鼓灯 就是头戴花灯 带着这样的花 然后呢脚踩的是像高跟鞋一样的 木制的 我们叫寸子 但是现在已经不用那个东西了 然后再就是身上是绣着花的 然后手上的扇子是像蝴蝶一样的 我们把它叫蝴蝶扇 对 对我们汉族的典型的代表 然后左手是拿着手绢的 对 对 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同学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北京公导学院的一个传统组合 叫大兰花 嗯 起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画骨灯的流传非常广泛 在淮河的两岸大概二十多个县市 现在仍然是每年都在跳画骨灯 而且民间是这样流传的 他们是为了纪念大雨之水 就是大雨帮助淮河两边排除了水患 然后他们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 就会敲锣打鼓跳起画骨灯 赶到大雨庙去 然后跳起这样的舞蹈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汉族的花骨灯 然后我们有一个基本功 就是脚底下 外国人把花骨灯称作东方的芭蕾 因为它是在半角尖上的 对 它的很多造型都是在半角尖上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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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很多造型都是在半角尖上的 所以他们把这种舞蹈叫做芭蕾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基本功 脚底下的功夫是花骨灯最大的特色吧 我们做一个前的碎步 往前的碎步 扛 抗一顶扛 大 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扛 好 收 其实就相当于是圆场 但是花骨灯没有站在圆地跳的 它基本上是场子要溜起来的 就是左边的观众 右边的观众 后面的观众 我都是能照顾得到的 所以它经常在流动 所以脚底下的功夫是非常需要的 然后做一个后退的碎步 扛 抗一顶扛 大 抗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扛 抗一顶扛 好的 好的 除了碎步之外 除了碎步之外 我们介绍一下花骨灯的舞姿 第一个 蝴蝶抱胸 对 我们把这个扇子叫蝴蝶扇 把它像蝴蝶一样抱在胸前 对 然后胳膊肘是架起来的 整个人是很精神的 对 然后是往回寒住的 它不像维族 是这样停起来的 汉族的舞蹈是稍微内敛一点的 重心永远在前面 然后是往回寒住的 对 要体现这个地方 它是有表情表达的 所以其实是在这儿 所以不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你的表演的这个感觉 然后第二个 扁但是 是 好的 我们把这个动作也叫一个女字 一个女字 对 我们刚才说 你稍微下来一点 好的 我们刚才说 颠族的三道弯 是真的三道弯 我们画骨灯的三道弯是S线 是一个S线条 对 是没有那么多棱角的 是一个柔和的S线条 对 像一个女字一样 摆在这个位置 好的 就是脚要充分地过去 交叉过去 然后身体要拧 要扭 然后形成这样的五字 它不是直的 它是 它是在半脚肩上的一个流动的体态 对 好的 第三个 手搭凉棚 好的 现在扇子就是用来遮阳的东西了 对 它像凉棚一样 然后人看出去 对 这种神态感觉 好 往下 斜塔 走 好的 我们为什么说 这种造型是停不住的 但是民间老艺人 他经常是 结束的时候 在一个斜线这样的地方待住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斜塔 就是它最典型的一个代表的特色 是这样的斜塔式 对 对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 凤凰单展翅 好的 我们在这个舞姿上 做一个神态的表演吧 你先放松一下 我们刚刚在看他表演大狼花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 他是有内心的感受和小戏在里面呢 就是他一直是跟一个对象在跳舞 就是他是有个男舞伴的 花骨灯是这样 女孩叫花 然后男孩叫鼓 然后跳起来登戈 所以叫花骨灯 所以他一直是在跟一个男舞伴在表演 在对跳 然后我们做一个三点头 就是看一次不够 看两次还要看三次 这是花骨灯最重要的一个情感表达的动作 我们做两种情绪的 第一种是害羞的情绪 三点头 准备 顶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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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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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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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第一次三点头是害羞 第二次三点头是生气了 然后他一直在跟一个对象在这个地方两个人一起完成这段表演 它是民间小戏的一个缩影 在这种表演当中 男女孩一般会抢手绢了 抢扇子了 抢板凳了 反正是用来逗乐呀 然后用来自语的一种环节 嗯 好 我们下面再展示一个 呃 是呃 另外一段舞蹈 然后不同于刚才的大家闺秀 哎 是另外一种情绪的花骨灯 我们把这种 呃 活泼的 年轻的 然后岁数比较小的这种舞蹈 叫小兰花 就第一个表演的组合叫大兰花 它是大家闺秀的气质 第二个是小姑娘 我们叫她小兰花 请她展示一下 一是小兰花 他就是小兰花 我发现了 按摩 一是小兰花 这就是小兰花 一是小兰花 你怎么会摆下 就像你那样 一是小兰花 一是小兰花 大兰花 就像你那样 一是小兰花 一是小兰花 好 好的 这个就是一段小姑娘的表演 然后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 能够体现人物性格的一个表达 我们最后向大家展示一个 安画个灯的技术技巧 就是民间的老艺人 然后自己创造的一些关于旋转 然后关于铺蝴蝶 这样的一种有情态的技术技巧 来准备 抗抗个龙 抗一栋 大 资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资2 3 4 5 6 7 8 资2 3 4 5 6 7 8 抗个龙 抗一栋 抗 抗 龙 抗一栋 抗 龙 看我��도 抗 停 呃 抗龙 抗一栋 抗 抗 龙承一 栋 抗 抗 荣溢一栋 抗 好了 好的